昨天在這個聲援集結的這個近南路活動上面 其實有趙聚成執行長他有來幫忙站台 那現在吳沛毅委員他在說 十年之前你跟他密會 然後十年之後你把他帶出場 那會不會覺得他們好像做了太過度的解讀 其實我覺得做這種毫無關聯的惡意聯繫啊 大可不必 那他們是 包括執行長是透過黨中央那邊來做邀請嗎 還是說他們主動表達或願意來聲援柯主席他們的同仁 黨部的同仁他們是到底怎麼聯繫的細節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說昨天晚會以前他們有跟我說 說蕭聚成執行長會來表達他的聲援 那我們就表示感謝 這個晚會的情況會不會透過律師轉告給柯主席 不好意思 現在要先回答 來 對不起你請說 昨天晚會的這個情況會不會透過律師轉告給柯主席 我覺得律師他們自己什麼樣的訊息適合 跟主席交換 什麼樣子的訊息不適合 律師有他們的專業判斷 我們都尊重 那國瑜您剛剛在廣播上的意思是不是對於到底是否抗告 可能還需要很多的討論 這沒有什麼好討論啊 這完全是柯主席自己 他的決斷跟他的決定 任何人都要尊重 包括他的律師在裡面 因為委員針對150的事情 雖然你們可能認為說是周刊的放話爆料 不需要太多回應 但是你們會透過律見去跟柯主席 確認一下150這個訊息 可能是時間或是任何的其他的資訊嗎 這怎麼會去做這樣的事 這是犯法的事情耶 你怎麼會提出一個問題 問我說我會不會透過律師 去跟柯文哲主席確認1500是什麼 因為主要是因為 這個是犯法的事情耶 請容我再提醒一次 這個是犯法的事情耶 這個是屬於偵查當中的事項 這種偵查當中的事項 怎麼可以想要透過律師 去跟當事人有任何的意見交換 那這樣子的話 不是要陷律師於泄密的風險 然後要陷主席於不義 連這個基本的事實都還沒有建立耶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說 已經有人擺明了 在做違法的事情 而我們的檢調 卻依然在沉睡 因為在做違法的事情的正式配合檢調 在一起做政治以及媒體上面的操作 攻擊柯文哲主席的 這才是最嚴重的問題耶 我真的要拜託所有的媒體好朋友 大家真的要有這樣一個重要的基本概念 這是一個犯法的事情 委員想請問中評會主委李偉華昨天 受訪說起訴不一定會怎麼樣 那對比馬智薇問何處理態度不太一樣呢 這個可能要請問一下中評會 請容我說明喔 中評會在台灣民眾黨裡面是一個獨立運作的組織 那中評會他們對於現在目前主席請假的狀態 所做的解釋 以及接下來面對不同的狀況 所做的決定 這個都是要尊重中評會他們的決議 因為剛剛提到蕭旭成來詳評嘛 但是因為現在有一次說 之前八年前當時就是柯市長主持這個連政會 當時移送李樹德跟馬英九的時候 也是沒有金流 然後以罪罪的方式來移送法務徵辦 所以現在就說是不是有一點風向 請問一下 我覺得蕭旭成執行長 昨天在過去的經驗上面 那不僅僅是聲援柯文哲主席 捍衛他在司法程序當中的清白 更重要的是 是對於整個國家的機器 如此運用的檢調 去發表他的不平之明 那這也凸顯了出來 在司法改革的道路上 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董事長 昨天這個活動上面 本來是有一些像巧欣委員 他們是本來是想要到現場來立體 那最後是不是也講到說 是因為有一些緣故 所以沒有到現場去 我覺得喔 對於不同黨派的朋友 他們透過各式各樣的方式 不管是聲援柯文哲主席捍衛他的清白 還是對於整個司法檢調 荒槍走板的行徑看不下去 講幾句公道話 任何的形式 我們都表示感謝 委員怎麼看昨天這個 晚會上有委員說到 用形容台灣曼德拉 以及視線的活皮薩 來形容柯主席 那你覺得這個比喻恰當嗎 還是會覺得太不神話 我覺得每一個委員在自己 面對現在的狀況的時候 心裡面有一些感觸 有一些感想 那跟我們的支持者做交流做溝通 我覺得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想問一下委員就是說 這個黨中央的風暴是否影響到地方基層 那是不是就是後來的這個全台宣講啊 是不是也可以理解成就是要來固裝地方 然後防止地方議員跳船的 跳船超擴大 目前台灣民眾黨的黨務運作一切正常 而且順利 從中央黨部到地方黨部 都是這個樣子 其實大家只要簡單的看 從我們決定要辦第一場第一站的說明會 到昨天這個活動辦出來 48小時辦一個規模這麼大的活動 黨中央一定是運作得非常正常 上下一心群策群力才有可能 那說起來像這樣的活動 還有預計還會辦在哪裡嗎 因為你們說這是一場馬拉松的 我們說過了 昨天只是起點 絕對不是終點 那在全國各地辦的活動 規模未必都像昨天 人數來的那麼多 但是走到村裡 然後走到社區 不管是街角 客廳會 室內說明會 各式各樣的形式 黨中央說明過的 全體的黨空子會碰起來 那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不同的責任區的範圍 那我相信 有進一步具體的規劃 黨中央這邊會再跟大家說明 那最近貝奇夫人說就是簡聯登門當天 主席因為在洗手間 所以沒有辦法即時開門 然後剛才王定宇就說 這個他取諧音說是台灣的曼德拉 那你覺得他這樣子的比喻 其實我覺得王定宇委員 去做一種不入流的評論 真的沒有什麼回應的必要 就好像我在回應王定宇在講的事情 我也不會稱呼他是王八千 因為這種不入流的評論 真的沒有什麼回應的必要 但是因為昨天貝奇夫人這個說法 就被很多網友覺得不太合理 就是說一個小時 然後是在掃除這件事情 就網友都在嘲諷這件事情 他不會有一個想要貝奇夫人提出 大家不會發現 他所凸顯的問題是什麼嗎 他所凸顯的問題是 當媒體檢調聯手 不斷的在污衊柯文哲主席人格的時候 這一個人格被污衊的人 現在一句話都不能說 大家沒有發現這個狀況嗎 各位媒體朋友 當你們透過來路不明的消息 來去攻擊柯文哲主席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想過 柯文哲主席現在一句話都不能說 他只能雙手雙腳被綁住 嘴巴被貼上 任由大家 對他拳打腳踢 他連還嘴的機會都沒有 我相信 佩奇醫師 也是因為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真的看不下去 才會去做出一些回應 可以了嗎 不好意思想問一下 後續可能跟藍營這邊有怎麼合作 因為好像藍營現在也有 這個挺克文哲的 然後也有繼續打進華城的 對於我們來講 最重要的指標是 我們在選舉的時候 對選民所做的承諾 以及我們所開出來的政見 對台灣民眾黨來講 選舉政見是拿來兌現用的 不是拿來跳票用的 我們跟民進黨不一樣 民進黨最擅長做的就是開巴勒票 這不是台灣民眾黨的風格 在立法院裡面 這是我們最高的價值 也是我們接下來的指導原則 對於我們所要推動的 改革法案 我們當然會積極的去尋求 其他政黨的支持跟合作 那也讓我提醒一下 我們跟中國國民黨 在上個會期就已經談好的 要合作的崔少哲保護法 目前還沒有進入逐條審查 那希望中國國民黨的朋友 不要忘了當初的承諾 崔少哲保護法 盡速的在司法法治委員會 展開逐條審查 不要再繼續拖延下去 昨天晚上是不是由您主導 因為我看到就是場邊有發扇子 是您的扇子 那為什麼剛好沒有其他委員的扇子 昨天的那個活動 是中央黨部的同仁上下一心 大家去辦 那我有一些志工 認為說在那邊 如果大家有需要有扇子的話 那這些志工他們自動自發的 去提供扇子給大家扇 不用在政治上面 做這麼多過度無謂的揣測 真的一點意義都沒有 委員請問那個蔡壁如目前不具資格嗎 那他說如果之後黨部真的需要她的話 她也會以黨部需求為優先 未來會有這樣的考量嗎 其實我覺得 對於台灣民眾黨所有的一份子來講 大家目前就是群策群力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當然任何的幫助 任何的協助 我們都表示參與 那蔡壁如 不好意思 蔡壁如 她現在的身份是什麼 顧問 不好意思 蔡壁如顧問 她過去參與台灣民眾黨的黨務 那現在因為身份的關係沒有辦法做 那我也相信 那蔡壁如顧問 她一直也很關心台灣民眾黨 我相信對於台灣民眾黨 任何一個人來講 在此時此刻 我們最重要的 就是讓大家都能夠群策群力 把事情做好 請問 請問 請問